報告 好 那個請就讓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基本上是參照現行31條 31-1條有關汽車駕駛人或是機車駕駛人 他相類似的這些行為所做的處罰 他的一個文字 大家可以參照31-1條 比如說我們這個第二項 是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時 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 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 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 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 那變成說我過馬路的時候 我拿行動電話 我可能就被罰款了是不是 要使用啊 手持方式使用 要使用 過馬路拿講電話 這樣就會被罰款嗎 有可能 我也支持李昆哲委員這部分 他的意見 就是說我們31條之一 因為這兩個程度行為是不一樣的 你是在汽車駕駛的時候 你手持行動電話 跟你在穿越道路的時候使用行動電話 這兩個的危險程度 就是可能的危險程度是不一樣的 你汽車駕駛你可能手持行動電話 你這個危險是比較具體的 那你如果過馬路的話 那手持行動電話 他這個危險可能是比較抽象的 就是說不是那麼 就是說不是當然導致有礙交通安全的行為 所以昆哲委員的建議是說 是不是這邊要有一個程度的劃分 你這些手持行動電話 或者是撥接這些 你的判斷上面要有 你的危險上面要有礙交通安全行為 才可以處罰 但是這邊會有一個疑慮 就是說警察在執法的時候 他怎麼去判斷說 你手持行動電話 那怎麼樣再去連結說 他有礙交通的安全 這個在執法上的判斷 我覺得可能難度是蠻高的 那個我說明一下 我這個案子 我其實我是針對低頭主 在使用滑手機的人 我不是針對說行動電話的使用 其實你看我的那個提案 大家看得出來 我是針對使用滑手機 在那邊滑手機在那邊看資料的人 並不是說使用行動電話的人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是要更明確啦 因為過馬路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也會想爸爸想媽媽 有時候會看到帥哥美女 有時候會看任號 這些都以後都要處罰嗎 我覺得定義要清楚啦 定義要清楚 不然你認定模糊的時候 定義不清楚的時候 警方在執行的時候 也有相當大的困難 要不然那個 那個 警政署代表要講一下吧 警政署 包括主席 各位委員 警政署報告 文字把它定的明確一點 當然我們民警在執行 比較沒有問題 就像剛剛 通過的那一個文字啦 那如果說還要去判斷說 自由妨礙交通安全的話 那可能妨礙交通安全的認定 每一個人的認知不一樣 所以在實際上執行會有一些困難 那其實在交通部開會的時候 我們曾經建議就是說 是不是造勢的時候再來處罰他 但是他的範圍又比較窄一點啦 所以在交通部的時候 我們是建議就是說 自有 或其他三個是改成 因而造勢者 因而造勢 因而造勢 才把他再來處罰 這個範圍會比較窄一點 可是不是最行為的 你今天只有罰三百塊 你造勢的話 有造勢的時候才處罰 所以就是說 其實原本我們建議就是說 如果要加重他的處罰的時候 就不能放在這個第一項裡面 另外再成立一項 給他比較重的處罰 譬如說 從六百到一千二 因為他已經造勢了這個部分 如果有造勢的話 似乎可以處罰的比較重一點 把這一款 放到第二項 另外成立一下 這個有問題啦 為什麼這個有問題呢 第一 造勢他已經有處罰了 第二 穿越馬路 他是走路的 他造勢是什麼 是人家撞他耶 不是他去撞人家耶 對不對 那你要你說 你到時候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可以罰得到他 但是撞他的人是怎樣 是可能是他自己不注意 比如說他橫越馬路的時候 他沒有遵守交通規則 或者他穿越的馬路 是不是斑馬線等等的 所以你說造勢的時候 要加重處罰 根本罰不到這個人啦 那個我說明一下 請大家看看我的提案 我說穿越馬路時 為盡注意義務 低頭喔 低頭凝視 行動電話 電腦或其他 箱類 功能裝置 制 妨礙公眾 及車輛通行者 不是造勢喔 他妨礙人家 他自己顧他手機 車輛人家 等他 造成這個 我是 我的提案很好啊 你們看不要看一下 很清楚啊 就是不是你使用電話 是你在滑手機 在那邊 黃愛交通 黃愛車輛通行啊 來請 趙偉 我相信這個78條修正 是用意良善的啦 但是我提醒一下 我們今天的 今天的第31條之一 這個是對撞人的嘛 我們今天就尊重交通部 就先不處理嘛 然後第78條是被撞的 我們卻給予罰則 所以如果我們同時要處理的話 我建議是要嘛 就是撞人的也處理 被撞的也處理啦 那不然就今天我們先暫緩一下 不然會變得說 你開車有危險行為 要撞人 我們就要加強處罰 我們怕你沒過 結果這個 自己 自己身後到 會被撞的 他撞到 就滑手機的行人 撞到人也不會怎麼樣啊 但是我們這個就 對我們這個罰者300塊 會變得有點矛盾 這個是幾次作用 其實不是罰的目的 是善意啦 我們也是希望說他不要 不要被撞或他不要出事嘛 可是至少就有300塊的緊箍咒 你像最近 最近一些地方政府在罰那些噪音 也是被人家說 好像對 那個所有的改裝車都全面開罰 會 我怕會被誤會 我怕會被誤會 所以我們 我們兩條併在一起看的話 會有點矛盾 這提醒一下 那個所有同仁跟趙偉 主席啊 我在精神上是支持你的啦 因為我們有開車的人都知道 現在很多人他過馬路的時候 他就滑手機 然後就 真的是晃 或者他滑到旺神 還站在馬路中間 就不繼續走了 你還要等他 你真的很氣 但是呢 這個你用這樣就可以處罰他嗎 這個不符合比例原則 為什麼 剛才有助理這樣說 我覺得也是 現在到處馬路 十字路口也會有人在發DM 發廣告 那你如果拿著那個廣告 你剛好看那個廣告 那跟看手機有什麼不一樣 你還是只有 注意你看的那個東西 那你要不要罰啊 像那個 那個 李昆哲委員講 那我一邊走一邊吃冰淇淋 我要不要罰啊 這個實在是 定不出來那個 因為他是行人 行人 已經有各種的行人的處罰 比如說他沒有走斑馬線 那這個呢 我認為是勸導的成分 比較多 你要具體的罰 你很難罰 因為他永遠 不是造勢者啦 簡單說是這樣 造勢的不會是他啦 他是 他是 他是導致造勢而已啦 這個現在 其他像美國齁 很多國家都有 類似這樣的一個交通 安全的一個處罰條例啦 都把這個拉進去 就是 因為罰手機造成交通事故的問題 那這個是 現在普遍手機 大家都有啦 我是說 這個事情可以 看大家如果要保留 還是 還是我們那個 各位還沒有提到意見 趙偉我是不是建議一下 如果有可能的話 因為我沒看到前後條文 有可能的話 是不是我們把這個 趙偉你所提出來的第五款 我們改成第二項 那改成說 穿越道路時使用電話 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 功能 類功能裝置 進行撥接通話 數據通訊 或其他妨礙交通行為 那得於警告 因為重點不在我們要罰300塊 比如說你有這個行為的時候 管理交通的人可以警告 那我們把它放在下一項 不要用發錢的啦 就是我可以提醒這樣子 欸我請教一下 這個 抱歉 那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有沒有規範說 這個穿越道路的時候 不能使用行動電話 如果是在那邊有訂定的話 那就是有一個注意義務嘛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考慮 你回歸到那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來規範 不要放在這個處罰的部分 因為如果那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有規範 那就是一個注意義務嘛 那你到時候違反這個注意義務 你就是有責任嘛 不要全部都放在這個道路交通 處罰條例來管理啦 不要動輒就到要處罰的一個程度啦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先宣導 勸導 宣導這樣子 應該放到交通安全規則來處理啦 第一個我不知道 相關的交通單位有沒有統計數字啦 就因為你滑手機 造勢或者是你自己被撞 其實這個某種程度也可以保護 保護走路的人啦 我政府為什麼要管你 當然那會讓你不爽 不過這是為了你的安全啦 我不知道我們有沒有相關的一個統計啦 當然因為滑手機是目前來講最可能造成困擾的啦 剛剛我們舉的例子 你吃冰淇淋看傳達那個很少吧 那個你不會常常看到人家過馬路吃冰淇淋 那看滑手機是蠻多的 那有沒有達到一定要處罰 本行沒有特別意見啦 但是我本來要提也是說 如果像 類似周春明委員講的喔 如果我們在 在那個一般的罰者 現有的罰者 把它加注進去 不一定要在這邊特別 對 對 不一定要特別在 看現在用宣打還是罰錢 我不知道你交通部自己本身有沒有 有沒有看法啦 我是建議就是 並剛剛委員講的31條啊 之一 我們一起來思考 那是要再處罰條例 或者放在盜案規則 我們就並31條一次處理 不要覺得說怎麼 這個車撞人的 這個保留這個人被撞的 反而人影響安全的就先過 好不好 就並起來一起處理 好 謝謝 好 好 就照次長這樣 好 交通部這樣子 意見 大家有沒有意見